这是我见过最费缠的男主 他除了钢琴什么都不会 让他修理车胎 他直接一脚踹翻了汽车 命运吐槽他除了会弹钢琴一无是处 哲人回击命运除了会干架和他一样 正说着远处传来了第二的响动 命运瞬间正如战斗模式冲了出去 对着逃窗的第二就是一炮 紧接着一刀将其钉死在了铁轨上 命运光过着干架 没注意站在铁轨上的自己 逼腾了一辆列车 安娜和哲人光速换胎赶到 而这辆列车居然就是国际交响乐团的车 一身战甲的奏折女武神二话不说 持剑对上命运 只问他为什么要逼停列车 交响乐团的首席指挥官辛德勒 带着名为地狱的奏折下车 对哲人和命运的出现感到惊讶 毕竟在这辆列车出发之前 他们刚刚收到这两位野生指挥家和奏折出没的报告 在得知他们要前往新奥尔良之后 辛德勒邀请他们上车一续 这辆正在执行任务的运输列车正前往休斯顿 将回收的黑夜云铁运往交响乐团 掌握着这个国家所有奏折的辛德勒 对命运起了极大的兴趣 便向哲人询问他是怎么获得如此强大的武器的 将命运形容成武器的说法引起了安娜的反感 辛德勒却认为 奏折仅仅是他们为了打败第二创造出的武器 还想要询问之前的小科的事情 老雷取武王了 哲人直接回怼了回去 关你屁事 看起人油烟不尽 辛德勒直接下令让他们好好休息 然后命令女武神将几人软禁在车厢里 女武神很看不惯这几位突然出现的麻烦 他们交响乐团 肩负着保护民众的光荣使命 他们妨碍公务就是大罪 说着女武神拔剪威胁 双方互相看不顺眼 哲人着暴脾气 当场回怼对方野蛮暴力 站在窗前的命运 感知到第二出没 立刻化身战斗模式破窗而出 还好经过前段时间的莱妮的指导 命运和哲人的配合逐渐默契 完全不听指挥的两人把女武神气得不轻 竖指第二朝列车冲出来 女武神干脆利落的一刀一支 哲人问起辛德勒生前那位黑皮 为什么不参战 被告知那位是指挥官的贴身揍者 除非指挥官遭遇危险 他不会出手 况且这一点顺乱的第二 也不值得他出手 最后一只第二突然出现在哲人身后 命运高高跃起一炮轰出 射线擦过哲人的头顶将其击落 哲人吐槽命运是想把他自己干掉 两人又因此吵了起来 结果因为第二的袭击 切放的铁轨被命运的攻击给砸毁了一段 他们只好暂时停下等路休好 女武神热烈两人不许斗管闲事后 怒气冲冲的离开了 名为地狱的黑皮奏者坐在火车头上 问哲人想不想和女武神和睦相处 强行让他变成自己的就好了 毕竟女武神还从没和指挥者递结契约 虽然外表强悍 但内心其实非常单纯 当然哲人这位铁制男一口拒绝 地狱明显对哲人和命运非常感兴趣 而在车厢的安娜也被辛德勒叫去谈话 在得知了他们身上发生的一切后 辛德勒理所当然地认为 安娜是监视哲人和命运 毕竟未经调整的奏者和指挥者是非常危险的 她自说自话一直可以的 直到黄昏铁路的事工才完成 与此同时 树枝第二铺天盖地的冲向列车 她绝对是当即最能打的女主 面对成群的第二 命运毫不犹豫地抄刀对砍 女武神紧随其后 然而对方的数量实在太多 哲人的体力靠近 红色再次爬上脸颊 命运也被一巴掌欠进了墙里 接连对付数量如此众多的第二 女武神愈发吃力 没有和指挥者缔结齐位的奏者 力量消耗会非常大 根本撑不住长时间的战斗 哲人心急如焚 在看到对面崖壁的两出断崖之后 她心胜一技 指挥命运朝她指的地方开炮 然而此次空枪一支第二都没伤到 女武神直呼诸队友 结果一回头 哲人已经趴地上了 身残至尖 无被楷摸 女武神还是嘴硬心软 冲回去扶起哲人 命运扛着大局一通乱甩之后 最后一枪射出 两边的牙壁轰然坍塌 瞬间砸死了袭来的大量第二 几只漏网之鱼 并命运不刀解决 女武神这一下知道自己错怪了哲人 并对她表示了感谢 两人互同姓名正式认识 女武神出自瓦格纳的歌剧女武神 哲人的一句我不讨厌 瞬间将纯情少女撩得满面通红 然而事情还没完全解决 一支巨大的哥斯拉出现了崖顶之上 然而此时的命运和女武神 都已经耗费了大量的体力 地狱坐不住了 在征得辛德勒的同意之后 地狱的双腿瞬间变为风火轮 冲上前两脚秒杀哥斯拉 危机解除 列车到战 但辛德勒却临时改变命令前往别处 还毫不留情地抛弃了 忠心耿耿的女武神 他自信满满地向哲人伸出橄榄枝 让哲人成为他的手下 不出所料地被无情拒绝 三人直接开车跑路 理都不理辛德勒 他首席指挥官 什么时候被人这么拒绝过 辛德勒咬牙切齿的记恨上了哲人 越接近东海岸 幸存的城镇和人就越少 辛奥尔良 曾经的绝世越圣地 如今这是一片破败的废墟 不过幸运的是 这座城镇周围没有第二的气息 哲人觉得可惜 当然可惜的是没有音乐弹 于是又和命运吵了起来 安娜带着命运去采购 把四肢不勤 五股部分的哲人留下看车 杂货店的老板很是热情 这座城里已经没有年轻人了 人口老龄化非常严重 老板在搬东西闪了腰 恰巧她的一位老主顾布朗夫人打来电话 于是安娜和命运触罚临时委托 给腿脚不便的布朗夫人送货 获得报酬布朗夫人的苹果酱 结果刚要走 门口的台阶坏了 临时委托二 给布朗夫人修台阶 命运大力出奇迹 一锤子轰碎了地板 邻居的汤姆猫上房下午来了 临时委托三 旧猫 安娜和命运这边接任务 接得不遗留乎 哲人在车里困着睡觉 梦到了父亲死时的场景 醒来之后 见两人还没有回来 就下车走走 一路跟着黑人大叔 走进了一家酒吧 酒吧里空无一人 却隐约传了音乐声 哲人寻声一路来到地下 才发现这里居然是一家音乐酒吧 哲人音乐雷达启动 一下就翻出了 他父亲潮出千志的专辑 老板让哲人点杯酒水 他就接受这首曲子的点播 古典乐回荡在小桥的酒吧里 老板是潮出千志的死忠粉 这让哲人有些意外 因为十年前的波士顿惨剧 他以为喜欢音乐的人 应该很排斥潮出千志 千志曾经来过这座城市 一首蓝色狂想曲 他获得的掌声和欢呼 几乎震塌了音乐厅 音乐中激素着人的思绪 欣赏音乐时 他们的一切与音乐融为一体 赌商新名教会他们这一点的千志 是最棒的音乐家 酒吧里的常客调侃着老板又在卖安里 老板问起哲人 为什么喜欢潮出千志 没想到对方语出惊人 你爱斗是我爹 于是当场鸦雀无声 安娜遇到人贩子 居然强行要把她拽回家 采购完毕的安娜懵了 一位阿姨突然碰上来叫她玛丽亚 然后直接把她拽回了家 即使安娜解释自己不是什么玛丽亚 但单方面沉浸的见到亲人喜悦里的阿姨 选择性的耳聋 安娜这才发现 墙上那位名叫玛丽亚的女儿 扎着和她一样的高马尾 阿姨的丈夫回家 看到家里的玛丽亚惊呆了 在得知哲人就是千志的儿子之后 老板将她带到了地下的一家小型音乐厅 台上赫然放着一架三角钢琴 哲人一键又补气 顿时啥都忘了 开盖试了一下音之后 就要了工具自己调音 哲人之前遇到的那位黑人大叔名叫乔 是参加过千志公演的大好演奏者 他们合奏了一曲蓝色狂想曲 那段时间如梦如幻 他们沉浸在了千志的指挥中 感受着对方对音乐的狂热和专注 雄姬潮出千志傲然毅力 和千志合奏的时候 她感觉人生无比美好 但是后来一切都变了 第二的出现 音乐被禁止 她只能浑浑噩噩一无是处地活着 但是能活着不就很好了吗 哲人不像她的父亲那样带人热情 但是对音乐的热爱却丝毫不差 台下的老主顾们静静等待 一首蓝色狂想曲 时隔多年再次流淌在人们的心中 舞台上的哲人 好似在闪闪发光 阿姨的丈夫向安娜道歉 原来玛丽亚是他们的女儿 她和丈夫带着刚出生的孩子 离开了城镇 最后客死他乡 但是阿姨一直觉得 她的女儿还活着 屋子里的安娜和阿姨 讲着自己经历过的事 在她的眼中 她的姐姐安娜无所不能 即便没有战斗的能力 但还是会尽全力保护她 哲人虽然除了弹钢琴什么都不会 但是她倾注在音乐之上的情感 无比热烈 就像是读上心灵的战斗一样 这股热情也会流入她的体内 让她化为哲人说演奏的音乐 每当这时 她都庆幸自己身为作者 只要达到第二 哲人就能够肆无忌惮地演奏了 那她也会感到开心 阿姨熟睡之后 安娜和命运离开 两人寻着声音 找到了弹钢琴的哲人 一曲完毕 台下掌声不断 瞧拉着哲人的双手 感谢对方让她知道 潮出的音乐现在也还活着 临走前 老板将一叠空白的乐谱送给哲人 作为她弹琴的报酬 三人离开城镇 驱车继续赶往纽约 交响乐团里 得知了潮出牵制的儿子还活着 甚至觉醒成了指挥者 最高音乐家扎干 欣喜若狂 无论被何种绝望打倒 都一定会有人重新爬起 奏响生命之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